Smart Copy 基本上是兩個東西的結合 一個是10.25吋的高解析度觸控螢幕 另外一個是iQ系統的延伸 你可以想像就是把一個高解析度的平板電腦結合到車子上 但是同時要考慮到防水、高溫、耐晒、耐厚等等條件 確保它在整個車子的收入過程裡面有一個好的表現 過去我們可能在使用者使用手機以及在騎乘上面 它某種程度它其實是分開的 這一次我們想要透過iQ Touch HD 是把整個騎乘的體驗以及即時的資訊以及連線的能力 放到這個10.25吋的這個大的螢幕上面 讓你在騎乘的當下其實有這些必要的資訊提供給你 在設計發展的概念的階段 就在想說怎麼樣去持續去優化我們的一些智慧體驗 那我們其實打造的不只是機車上的螢幕 而是有輪子的智慧種子 騎車時其實有一個清楚的界線在於發動前跟發動後 在騎車前其實你會想要知道車輛的狀態 騎乘模式的設定等等的 那我們就將這些的資訊快捷的整合到我們的座面上 提供你在騎車前所需要的這些資訊 在這個狀態我們把它定位為Standby Mode Standby Mode上除了最基礎的時間跟日期以外 我們還有藉由左右的滑動的一個手勢 可以讓使用者快速的知道車子的各個狀態 無論是它的胎壓或者是它的預修保養的時間 跟甚至它現在的電量 當你按下Go Button 我們有一個清楚的一個轉場 帶出主要的騎乘模式 在這個狀態下我們就叫做Riding Mode 在這個Riding Mode下面 我們會依照你所設定的騎乘模式 提供你所需要的這些資訊 我們Riding Mode目前有五個動力模式 有續航、泥地、都會、旅行、賽道 都會模式我們提供了一個消費者 在城市中的一些騎乘 給它一個最舒緩的騎乘體驗 賽道模式我們提供給喜歡競速的消費者 讓它有更刺激的騎乘體驗 它不僅有轉速表 我們還要搭配了Longic Control的彈射模式 讓它可以從最短時間內加速到最快的速度 當你需要尋找目的地的時候 畫面上一個按鈕 就可以輕鬆轉換成地圖為主的模式 除了導航到目的地等基本的功能需求外 我們也提供了二輪專有的圖資 達到了即時的Turn-by-Turn Navigation 也加入了代轉的模式 當基本的功能需求被滿足之後 你就希望可以得到客製化的設定 在iQ-Touch HD上面我們提供相當豐富的設定 在車輛上面除了騎乘模式 電能回充、動力輸出等 讓你的騎乘體驗可以更細膩 在外觀上 我們提供車主所喜愛的燈光主題 音效主題外 這次也提供了布景主題的可能性 在接下來我們可以透過Volta的無線升級 提供更多的顯像 並且邀請我們的車主一起加入 跟我們一起打造各式各樣的布景主題 這次的iQ-Touch HD使用的是Qualcomm的2290平台 而這個平台過去都是為了四輪的車子 出於設計跟製造的 這一次我們首先將這個平台帶到兩輪的世界 將它的智慧、功能、運算能力發揮到極致 這是我們第一次把數位儀寶板帶到車子之上 當然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體驗跟經驗 我們可以未來想把這樣的技術跟這樣的想法 持續發展到其他的GoGo車款之上 與 mesures,需要有的並且在哪裡 我們就能資料想資料 我們把行動一起介紹 我們在的位置 我們會選擇 我們要選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